飄零是人體內存在有機化合物 有些食物內含有很多飄零 當飄零入到身體 就會分解成尿酸 尿酸在身體內 應該在血液內溶解得到 當尿酸水平過高 就會積聚在身體內 不同的關節或腎臟內 很多人誤解老火湯 或熬了很久的肉湯 是很有營養的 但當放肉進湯裡熬的時候 越長時間 就會越多飄零留在湯裡 所以當我們吸食很多飄零 身體內就會有過多飄零 轉化成很多尿酸 高飄零食物會包括 例如海產 動物內臟 甚至一些蔬菜 例如乾豆 西蘭花 椰菜花 也會有 其次就是高果糖的食物 例如蜜糖 很甜的水果 甚至汽水 當我們身體內有過高的尿酸 有可能這些尿酸 就會在身體內的軟組織 或關節沉積 就會變成尿酸石 如果這些尿酸 也在腎小球內沉積 也會變成腎石 當這些尿酸石 積聚在關節內 會令身體有發炎症 例如紅、腫、葉和痛 而這些皮膚 如果不能夠再有完整的保護 這些關節的時候 當細菌入侵了這些缺損的皮膚 就會更加會令到細菌感染 或者會有陷隆 甚至要進入手術室 令它清創傷口才會癒合 第一方面 就是日常生活的調節 例如說 要吃一些低標齡的食物 或者要多喝點水 令腎可以排出這些尿酸 當我們冷的時候 也要把四肢保暖 因為尿酸石 很容易在冷的地方沉積 第二 當這些尿酸石病人 有炎症發生的時候 我們會建議他們 用COX-2抑制劑 這樣我們的炎症就能夠控制 但第三方面也很重要 就是我們每一天 都可能要用一些尿酸降低劑 但在一些情況下 譬如說 當這些尿酸石沉積在神經線附近 譬如說在碗管 譬如說在脊椎的位置 因為會把神經線受壓 所以我們覺得 除了這些藥物 甚至一些醫生 甚至會建議做一些手術 來解鬆這些神經線 不怕 不怕 也不怕 不怕 不怕 太陽